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余光中 我瞥见她羽绒服里穿着长裙 我心中还在暗笑 嘿嘿 老婆穿这么好看 肯定是为了今晚完美出场 下午五点半左右 她又给我说 今天加班 晚点才能回家 我刚想告诉她 我买了她最喜欢的歌手门票 隔着电话 她突然对我吼道 宋宇 你能不能别这么烦 话梗在喉咙 不上不下 压得我一个字都冒不出来 周妍妍性格要强 什么事都要争第一 既然她说了要加班 那就是更改不了的事实 我安慰自己 不能过结婚五周年纪念日就不过 我出身孤儿院 无父无母 人到中年 娶到周妍妍这么个985高材生 现在又还有一个孩子 这样的家庭生活 我期盼了二十几年 我应该知足 应该对周妍妍感恩 我问下心中的苦涩 转头收回目光 可下一秒 我突然笑不出来了 大屏幕上 女人和男人食指相扣 女人带着结婚用的头纱 因为在男人肩上 狼情惬意 妩媚动人 歌手也笑了 打趣道 妻子和丈夫这么恩爱 要不要现场接个文 他们没有反驳 观众们也沸腾起来 大声吼着 亲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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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顶沸之际 周妍妍主动吻了上去 那一瞬间 我钻紧了衣角 食指抠进手心 剧烈的痛感 要我认清眼前的现实 女人是我的妻子 谎称加班的周妍妍 男人是她的男闺蜜 杨浩 我不明白 我算什么 他们又算什么 一吻完毕 主持人又问 刚才是妻子主动亲吻先生 妻子有什么话想对丈夫说的吗 他眨了眨眼 哑着嗓子 我希望余生每一天 你都在我身边 男人伸手抚摸上他的脸颊 指付轻轻妈撒 哪怕永远这样 你也心甘情愿 他点头 甘之如鱼 永不后悔 我听不下去了 收拾好东西 准备离场 手机滑落在地上 位置不够大 我站起来侧着身子去捡 也就是那一瞬间 镜头扫过 我湛然出现在屏幕上 周妍妍的脸色沙石大白 猛地一个回头 与我遥遥相望 原来 她就坐在我前面两排的位置 进场之后 我想着周妍妍喜欢了这歌手十年 一个多小时 一直拿着手机 对着屏幕录制 想要给加班后 她的一个惊喜 没成想 竟没有注意到她离我这么近 宋瑜 她眼眶微红 拨开人群朝我走过来 这一次 我大步向前跨过去 远远把她甩在身后 我仓皇地往外跑 每走一步都心如刀割 疼痛难忍 坐到电瓶车上 我才突然发现天空飘起了雨加雪 这辆我结婚前买的电动车 前几个月坐垫已经被磨破 泡沫海绵翻了出来 沾上化成雨水的积雪 渗进我的裤子里 我冷不丁地打了个机灵 其实不是没有钱换新车 只是前段时间 周妍妍抱怨 我还在让她挤地铁 她觉得丢人 我看着她落寞的神情 咬了咬牙 给她买了辆奔驰 车刚开走不久 周妍妍就追了上来 杨昊坐在驾驶座上 看见我发顶上飘着的雪花 愣了一愣 随即嘴角又勾起一抹 不易察觉的绩效 快三十岁的男人了 还在骑电动车呀 哥 你也不觉得冷吗 周妍妍瞥了她一眼 下了车一步一挪朝我走过来 她在我面前不化妆不识动 我原也觉得这样挺好的 免得折腾一场 到时候辛苦的还是她 可人家见男闺蜜 倒是打扮得妖娇多姿 她踩着高跟鞋 居高临下地望着我 眼神里似乎透露着不屑 你还要闹吗 我闹 你和别的男人公然接吻 我没上去给她两巴掌就算了 你还想我怎样 我气得发抖 捏着拳头的右手 忍不住想要冲上去 把杨昊摁在地上走 我们只是朋友 她是我闺蜜 你懂不懂什么叫闺蜜 我轻笑一声 真是觉得好笑 闺蜜就可以不顾男女之分 就可以手牵着手 在外面肆无忌惮地接吻 我想起我们结婚的时候 周妍妍也闹着 一定要杨昊当她的伴娘 我当时嘴角抽了抽 心想她一个大男人 当什么伴娘 但想着他们俩关系这么好 小时候她又救过周妍妍 这么重要的时刻 让她参加一下 应该没什么关系 就点头同意了 谁知道结亲那天 我被守在门口的杨昊堵住 似笑非笑 八万八 才能过这道门 我当时没忍住 就给了她一巴掌 清脆的声音响起来那一刹那 周妍妍不顾一切冲了出来 看着捂着脸的杨昊 冰冷刺骨的眼神盯着我 宋宇 不想结婚 就给我滚蛋 我气得不行 订婚给了八十八万八的彩礼 外嫁婚前我全款一套房 写我们两个人的名字 就这样了 她还要叫人在结婚当天为难我 兄弟们都让我别再忍气吞声 从没听说哪个女的结婚 让男闺蜜堵在门口 要八八的 可我看见周妍妍微红的眼角 脸上挂着一颗晶莹的泪珠 我突然就觉得 不过是八万八 只要能娶到她 我也认了 交了钱之后 周妍妍喜笑颜开 爬上我的背 还不忘记警告我一句 宋宇 杨昊是我的好闺蜜 以后你要养我 还要养她 知道了不 当时我满心都是她 哪怕白眼 在心里翻了几百遍 面上也不会给周妍妍人 任何难看 可今天 老子不想干了 趁杨昊还没反应过来 我啪啪甩了她两个巴掌 周妍妍一脸怒意地蹬着我 一张小脸轻一阵白一阵 明明不远的距离 我却觉得 我从来不懂周妍妍 深吸了一口气 我失望地看着周妍妍 说出那句那句鸭 在我心底很久的话 我们离婚吧 我们离婚吧 你和你的男闺蜜去过 毕竟除了没有夫妻名分 还有什么事 是你没和她干过的呢 周妍妍大叫一声 立马冲过来抱住我 我不同意 我把她的手指 一个一个掰开 钻进奔驰里面 拿起备用钥匙 飞奔离开 车一起绝尘 留下两人站在车的尾部 吃了一嘴的灰尘 我拉了自己的好兄弟 出来喝酒 酒入尝喉 三分醉意 我再也忍不住 她在沙发上哭了起来 我不知道 事情怎么变成这样的 我和周妍妍 其实有过一阵幸福的时光 我是孤儿 工作大都是软件工程相关的 没什么机会认识女孩 周妍妍是相亲公司介绍给我的 她985本科毕业 腹白貌美 最绝的是那张脸 靠近脖梗处 虽然有一条淡淡的疤痕 但一点也不影响她的美貌 反而给她平添了几分韵味 在几次接触过后 她主动问我要不要做她男朋友 我当时跟剪刀宝一样兴奋 我和不少人相亲过 他们看中我美国留学回来的背景 喜欢我月入十万的工资 但是每当我说出我没有父母之后 这些女孩基本都不会再联系我 而周妍妍这么优秀 却能看上我 连没人都说我运气好 攀上了高枝 其实我想不明白 她为什么嫁不出去 这三年的感情不是假的 她会在我生病的时候穿上围裙 食指不沾阳春水的她 亲自给我熬皱 会在我加班到深夜的时候 亲自给我送来夜宵 一个人孤零零站在那里等我 她还会在我胃病犯了的时候 一个人急得掉眼泪 守在我的病床边好几天 我没办法说她对我不好 想到这里 好兄弟看着我 狠狠捶了我一拳 宋瑜 你不会不想和她离婚了吧 你不要忘记 她是怎么对你的 又是怎么对她那个男闺蜜的 你别忘了 上次你那辆车是怎么没的的 我当然没忘 和周妍妍结婚 因为房子是我婚前全款买的 写的我一个人的名字 我怕她在这场婚姻里面没有安全感 除了给了他们家88万8的彩礼 又提了一辆60多万的车 只写了周妍妍一个人的名字 给她提了一辆车之后 她却每天带着杨昊出去兜风 我朋友甚至撞见他们两个 互相靠在身上 当即给我告状 说我肯定被虑了 我那时说什么 我捏着拳头会向那个朋友 你他妈在造谣妍妍 你信不信我弄死你 她一个好人家的姑娘 我不想听到任何关于她不好的话 从小到大 我一直不同人呛红了脸 大家都知道 我的脾气最是好说话 自此以后 大家都知道 周妍妍在我心底的地位 再也不敢在我面前乱说她的话 但事实很快就打了我的脸 两个月后 周妍妍便卖了车子 把钱转手就给了杨昊 那是我和她第一次吵架 两个人声音大的 要把整栋楼都掀起来 她冷冷地盯着我 那对你来说只是一辆车 对杨昊来说 却可以救她的命 你怎么这么冷血 宋瑜 你太让我失望了 我让她失望了 她又凭什么说 失望两个字 杨昊单方面和她分手之后 每隔一两个月 前男友又会把刀架在她的脖子上 手指上威胁她 给她一笔钱 不然就让她断一根手指 或者少一块肉 周妍妍为了救她 已经三番两次把自己的存款拿去救杨昊 周妍妍脸上的一个划痕 是小时候被绑架时划上的 她说如果不是杨昊拼命救了她出去 她现在就被卖去了小山村 就不可能成为我的媳妇 我被这个逻辑震惊了 为了这个救命真 她把自己的钱花进去了 我没话说 可车是老子熬夜打工赚来的钱来的 说我心疼她 让她没必要早起去挤地铁买的 她凭什么把她卖了 凭什么呀 我们闹得很凶 甚至两个人冷战了起来 大有一副第二天就去民政局领离婚证的架势 可没过一个月 周妍妍就告诉我 她怀孕了 想到孩子 我看了眼手机 36个未接电话 全都是周妍妍和我丈母娘 丈母娘轻易不给我打电话 今天我为了和周妍妍单独挂人世界 把孩子交给了她照顾 丈母娘能打这么多电话过来 只有一种可能 孩子出事了 想到这里 我大脑轰的一声就炸开了 我期盼多年 只为了能有一个圆满的家庭 小玉的到来让我的愿望成了真 给了我继续生活的动力 她绝对不能出任何意外 凌晨三点 我不敢耽搁 捡起沙发上的衣服 往身上套 一边快步走 一边回电给丈母娘 宋玉 你还知道接电话 孩子出事了 立马转三十万过来 三十万 我心里又震惊 又害怕 震惊的是 什么是需要三十万 害怕的是 小玉真的出了严重的问题 不然怎么会一下子要三十万 这孩子来得不容易 她七个月就早产了 生下来就我一个巴掌大 呼吸都很微弱 我前前后后在医院花了四十来万 把她放在保温箱里养着 她才逐渐长成正常人的样子 后来一岁大的时候 她又确诊了超雄症 两岁的时候 她就可以把四五岁的小男孩 摁在地上揍 脾气上头的时候 踹得他妈直不起腰 我又把她带去医院 花了重金定时打针吃药 压制住她的雄性激素 但最近几个月 小玉的情绪都很稳定了 我已经很久没见过 她打人的模样了 其实我一直觉得奇怪 医生说超雄症大多是遗传 可我去医院检查过 我的染色体很正常 而且这二十多年 我从来没有爆发过剧烈的冲突 记得当时周延还一样怪气我 你一个孤儿 谁知道你爷爷奶奶是什么人 说不定是什么暴力恐怖分子 不然小玉怎么可能会得这个病 一说起我是孤儿 我就没话说了 后面我也没再追究 小玉这个超雄症的来源 毕竟有很大的可能 就是我隔代遗传给她的 让你转就转 废话那么多干嘛 还没等我来得及说话 丈母娘又在电话里吼我 我把泪水憋回去 心下一痕 把钱赚了过去 三十万对我不多 但我买房 又接连给周延延买了两辆豪车 还有孩子出生后的一系列花费 都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一路上我哄开油门 加快速度往医院飞奔而去 刚刚赶到 就看见周延延脸对着脸 凑在杨浩跟前 从我的角度看过去 两个人似乎在接吻 我大脑那根弦突然就断了 我和周延延还没有办离婚手续 他们就又在我面前 公然搂搂抱抱 我冲去 拽住杨浩的衣领 给了她一拳 宋宇 你有病是不是 周延延把我拉开 我抬头一看 才发现杨浩的脸高高肿起 刚才被我捶了一拳的右脸 和左脸上的伤疤硬衬起来 极为对眼 我一把把两人推开 滚 看见躺在病床上的儿子 头上缠绕满了白布 鲜血微微从她的后脑勺渗出 看见红色血迹那一刻 我再也忍不住了 额头青筋挑起 我就住周延延的衣襟 怎么回事 她为什么会受伤 还把后脑勺磕出了血 躺在一旁的丈夫娘 蹬了一下就跳起来了 把手里的瓜子往地上一洒 猛地对我唾了把口水 宋宇 你放开我女儿 是你儿子自己有病 关妍妍什么事 我抹了把脸上的唾液 忍住了想要给丈母娘一拳的冲动 要不是看我和周延延还没离婚 我真的想要给她一个巴掌 当初以老卖老 要了我88万8的彩礼不说 转头就把彩礼交给了杨浩 送给她买房子 说什么杨浩就是她的盖子 她疼她一点怎么了 周家所有人都把杨浩都亲人来看的 周延延被我揪疼了 泪眼汪汪地看着我 老公 你先放开我好不行 我的手牵住周延延的围巾 手部力量慢慢收紧 白赤灯照在我和她之间 杨浩想要冲过来救她 却被我一张脆了毒的眼神吓退 两条腿像是灌了牵那般难受 竟然呆呆地望在原地一动也不敢动 从我进门开始 我就知道这绝对不会是简单的受伤那么简单 赵母娘这个人把什么心思都写在脸上 当初看中我能赚钱的能力 贪图我卡里的余额 我刚才一进来 她的眼神就盯着我和周延延看 时不时还要用余光调验杨浩 她再不待见我 可躺在病床上的是她的亲外孙 而且她知道 这个亲外孙是我的命根子 平常一直都在讨好她 这次小玉受了这么严重的伤 她竟然不像以前一样 殷勤又谄媚地在我面前照顾小玉了 老公 你在 用力我就要死了 小玉是我的亲儿子 我不会 害她 我松开掐住她脖子的手 周延延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大口大口地喘气 看着我的眼神 如果说从前是鄙和不屑 那么现在就是后怕和胆怯 是的 她在胆怯 第一次她发现我这个人 温和的时候什么事都可以商量 整个人如沐春风 狠起来的时候又什么人都不认 我端起床头的玻璃水杯 一眼而尽 小玉究竟怎么受伤的 说 宋妍妍望了我一眼 吞了吞口水 说不说 手中的玻璃瓶突然爆碎 飞溅起来 扎进宋妍妍的高跟鞋中 她痛得惊叫起来 我低头一看 手心尽是玻璃碎片 烟红的血液顺着我的手腕往下落 滴在周妍妍的裙边 她瘫坐在地上 忍不住抖了抖 她再也忍不住 眼泪四绝滴的大巴斑哭了起来 周妍妍说 今天她妈照顾小玉 忘了给小玉定时吃治疗超雄症的药丸 小玉晚上在楼下玩的时候 和楼下的一个小男孩起了冲突 当时小玉就急了眼 一个四岁小孩 直接把一个七岁大男孩 推倒在地上 还扇了人家几巴掌 楼下那个男孩也不是吃素的 站起来就把小玉踹翻在地上 小玉没站稳 从楼梯上滚落了下去 我捏着拳头 玻璃扎扎进我的肉里 我却一点也不疼 你妈呢 我他妈给了你妈一千块钱 让她照顾小玉几个小时 她人呢 丈母娘吓得后退了几步 哭嚷着说 她当时恰巧上楼给小玉找零食去了 才让别人钻了空子 神他妈吃零食 我就没见过他和小朋友玩的时候吃零食 我闭了闭眼 想把他们一家人都杀得干净 但我只是说 周妍妍 等小玉醒过来 我们就去离婚吧 离婚吧 这鸡飞狗跳的生活 我再也受不了了 她还是哭闹着说 不要离婚 她还对我说今晚的事 再也不会发生了 让我原谅她 我甩开她的手 冷声冷气道 那你和杨浩 再也不要来往 诺大的病房突然就安静了下来 杨浩在刚才的争执中 吓得早就跑路了 你看 周妍妍对她都这么掏心掏肺 就差没有卖身卖人了 她还是能在周妍妍求救时逃离开来 而我的好老婆 哪怕亲眼见证了这些 她还是不愿意和她断了联系 她们还真是天生一对 周妍妍不愿意和我离婚 大概是看中了我月入十万稳定的赚钱能力 刘美回来之后 我一直是大厂的抢手一线员工 但没关系 我手里有她出轨的证据 她不愿意就去法院好了 我瞇了一阵 醒过来后 小玉还在昏迷之中 明明医生都说了 小玉只是暂时性磕伤了 很快就会苏醒的 我心里悬着那颗心被人拧着 揪着 我情愿躺在病床上的人是我 但是当下还有更要紧的是 我去楼下给昨晚小玉的缴费单报医保 按照正常来说 三十万的医药费 大概能报二十五万以上 单子打出来的时候 我却傻眼了 为什么只能报二万七 我昨晚交了三十万 哪里来的要这么贵 还不给报销的 小护士白了我一眼 戳着上面的数字说 哥 你看清楚 你这个病房 昨晚交的不是三十万 是支付了我们这边三万块钱 三万块让你报二万七 你不感恩国家就算了 在这里嚷嚷什么 我看着手里那张轻飘飘的单子 却怎么也不敢相信 三万的医药费 为什么要骗我三十万 丈母娘人虽然失快了一点 但是胆小如鼠 什么违法乱纪的事都不敢干 她不可能平白无故 要私吞我二十几万 突然 我想起什么 摇了摇护士的肩膀问道 医院哪里可以看监控 我借口我怀疑医院讹诈我老婆前的原因 要医院给我看了 昨晚我不在的时候 走廊的监控 我想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小于不是被另一个小孩推下去的 她后脑勺的伤 大概是我老婆亲自干的 我在保安室 看了反反复复 看了三个小时 出来的时候 脸色铁青 要不是保安把我扶住 我差点就要倒在保安室的门口 昨晚上 丈母娘守在急诊室里面 周妍妍和杨浩坐在门口的长椅上 她小心翼翼摸了摸她脸上的伤疤 急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疼吗 杨浩一把抓住她的手 整个人也跟要碎了一样 怎么办 妍妍 那个恶魔又回来了 她又回来了 她说今晚只是给我个教训 要是我在中午不给她二十万 她就要把我一个手都砍掉 拿去喂狗 她口中的恶魔 如果我没猜错 就是她的那个不学无术 又暴力倾向的前男友 没事没事 我等一下让我妈给宋宇打电话要三十万 周妍妍抱着她的头痛哭 又补上一句 孩子伤得这么重 她又把这孩子当命一样看待 不会不给 说到这里 杨浩才喘了一口气 似乎是为保住自己的手掌 而感到幸运 又为拥有周妍妍这么个女闺蜜 感到幸运 可下一秒 她的眉头皱了起来 孩子伤得这么严重 她会不会怀疑我们 你放心 今天回去的时候你还记得不 楼下有个小孩 看见我们两千拙手 大声骂我 小玉冲过去扇了她两巴掌 又把她推倒在地 那个小孩当时也把小玉推下去了 只要我们一口咬死 这是楼下小孩干的 就没人会猜到 我这个亲妈会把自己的儿子摔下楼梯 而且小玉那时候背对着我 肯定不知道是我亲手推了她 周妍妍说的平静 我的心脏扑通扑通的狂跳 那不是正常的心率 那是想要杀人的心率 我真的想问她一句 自己十月怀胎生下来的小孩 竟然比不过杨浩一个外人 她究竟是一个母亲吗 是一个活人吗 一通分析之后 两人终于搂在一起 嘴角纷纷扬起了笑意 我呆坐在电脑面前 看着这一幕 瞬间泪流了下来 明明早就知道是这样的情况 可亲眼看见还是会让我心痛 我这前半生 一路磕磕绊绊 从没遇到有人爱我 周妍妍稍微施舍给我一点真心 我就恨不得把整颗心都掏给她 我用了十二分的敬爱她 可她回给我的 全都是利用和欺骗 她的双手能紧紧搂住杨浩的身躯 却从来不肯施舍给我一个怀抱 都说拥抱是世间最亲密的行为 用双臂抱住另一个人的身躯 整个人陷在对方怀里 甚至把后背交给对方 世人都说 拥抱是很亲密的行为 可周妍妍从不让我抱她 她也不抱我 每次我张开手臂 她都嘲讽式地来一句 矫情死了 你一个大男人 能别这么恶心不 时间一长 我也不再向她索取拥抱了 原来她抱人是这个样子的呀 我没敢再继续看这个画面 点击电脑左键 视频继续播放 下一秒 我握着手机的手滑拉一下 没拿吻 手里再次落到地上 屏幕瞬间四分五裂 像我的心一样 妍妍 那毕竟是你的孩子 下次别对她这么狠了 杨浩 你什么语气 我对她狠还不是为了你吗 再说了 什么叫我的孩子 她也不是你的孩子吗 你小点声 我就要说 现在孩子天天叫宋宇爸爸 你也不经常过来看她 作为小玉的亲生父亲 你还算个爸爸不 妍妍 你也知道 我毕竟不能太明显了 杨浩把周妍妍搂在怀里 语气轻柔 周妍妍也软了下来 好了 当初我既然这么干了 就想到这一天了 你别自责了 只是没想到 宋宇会这么喜欢小玉 她要是和我离婚 肯定会要小玉的 抚养权的后面的声音太小 摄像头收音不好 我没听清楚 被保安扶着走出监控室的时候 我的四肢都在发软 杨浩没有孩子 她就要给她生个孩子 这个孩子 我又是付出钱 又是付出时间精力的 连带着自己那颗心 也落到了小玉身上 到头来 她给我说 孩子不是我亲生的 那一瞬间 我恨不得把这两个狗男女 剁成碎肉喂狗 保安安慰我 老弟别伤心啊 你有这个证据起诉离婚 他们犯的可是故意谋害罪 我点了点头 没有回声 我们国家对孩童的保护力度 还是挺强的 但是只是让她进去蹲几个月监狱 太便宜了 难解我心头之恨 那一刻 我当初申请拳奖刘美的智商又浮了起来 瞬间给他们安排了结局 我回去的时候 孩子已经醒了 赵母娘隔着走廊对我大声吼 宋宇 你死哪里去了 小玉已经醒了 她的药没了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去买 我啪了一巴掌就打过去 清脆的巴掌声响彻在走廊 莫药就让你女儿去买 那是她的孩子 从前我为了周妍妍 总是忍了赵母娘 现在反正都要离婚了 我再不打两巴掌 就没有机会了 周妍妍看见这一幕 也对我破口大骂 我直接复制粘贴 再次甩给她两个巴掌 一对母子 两个奇葩 四巴掌难解我心头之恨 见周妍妍挨了打 宋宇扑到我身上 一双小腿在我脚下踢来踢去 我一时没有注意 她用尽全身力气 踩在我的脚趾头 拇指硬生生响了起来 我把她提了起来 看着这个和我毫无血缘关系 我却呵护了四年的孩子 她也有模有样 朝我脸上挥舞过来 我抓住她的手 生了气 你为什么打我 你打了妈妈 我不准任何人碰妈妈 说话间 她双脚朝我腹部猛猛踢去 四岁大的小孩 加上超雄症的加持 差点把我胃酸踢出来 我没能忍心 也给她几个大嘴巴子 毕竟自己用心 带了这么多年 可我没想到 我亲手带大的儿子 到头来 也和她妈一样 狼心狗肺 或许 这就是血缘的力量 我收起自己 抢求这份缘分的心思 一把把她扔回床上 对周妍妍说 明早九点 带好东西 民政局不见不散 周妍妍靠在墙壁 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一切 宋宇 我们不是说好不离婚吗 什么说好不离婚 明明是她自己死缠烂打 不想离婚 你婚内出轨 怎么 是想法院见吗 我笑了笑 盯着周妍妍的眼神 一刻也不敢错过 她瞬息万变的神色 你看 一说起这些 她的脸就像调色盘一样精彩 但她还是不依不饶 宋宇 算我求你 别离婚 我和小玉都需要你 她还敢提宋宇 我心里那串火苗又生起来 一个没忍住 抬手勒住她的脖子 纤细的血管在我手中收缩起来 我笑着问她 耍了我五年 让我给情敌养孩子 你满意了吗 周妍妍剧烈地抖动起来 眼里闪过一丝害怕 颤抖着问 你都知道了 我没再回答她 跨步走出了病房大门 周妍妍还在后面叫 宋宇 你给小玉买两盒药再走 买药 我能给白眼狼买药 我回一句 有病就去治 楼上就是精神科 许是知道挽回不了我 周妍妍没有再纠缠 只是提出要五十万的离婚费 五十万刚好在我的承受区间内 她大概是算准了我会给 所以才提出来这个要求 我当然会给 我还怕她觉得愧疚 不问我要呢 五十万 我想大概能让她 受好长一段时间的折腾了 在民政局字完字之后 周妍妍左手牵着杨昊 右手拽着宋宇 哦不对 应该是杨玉的手 一家三口幸福的画面 而我站在一旁 活像个孤家寡人 她突然就笑了 宋宇 我当年看中你老实 这几年 你也没让我失望 老实地服务我 老实地帮我养孩子 说起来 我应该感谢你 杨玉朝我吐了吐舌头 做了个鬼脸 嘻嘻 妈妈让我感谢你的照顾 送叔叔 说完 她牵着两人的手就走了 一家三口呵呵大笑 周妍妍和杨昊 都称赞杨玉乖孩子 是他们的福宝 我好心提醒了一句 孩子还没学会 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记得按时 给她吃抗超雄症的药 周妍妍甚至不自然地僵了起来 她想起自己孕晚期 被孩子折磨得 没睡过完整的两个小时 杨昊看到的杨玉 已经是我带去医院 控制住超雄症的小孩 所以 她想都没想就说 吃什么破玩意 我看超雄就是骗人的 就算是真的 我们男孩子就应该威武雄壮 吃什么屁药 变成娘娘腔 就这样 周妍妍刚花大价钱的药 被杨昊扔进了垃圾桶 周妍妍尾随着他们父子 神色担忧地离开了 我也没闲着 掐着时间去餐厅赴约 今天我约了王静见面 就是杨昊的前男友 我把他和周妍妍的亲密照摆在桌上 又和他捋了捋时间线 答案当然很清楚 杨昊在和王静谈恋爱的时候 脚踏两只船 一条腿伸向王静 另一条腿不忘了继续勾搭周妍妍 他把照片收好 眼底迸发出怒意 你最好别骗我 不然我会让你死 无 全 失 我摆了白手 示意让他先离开了 王静这种人嚣张惯了 在社会上从来都是横着走的 他可从来没体会过什么叫做背叛 哪怕这个人是他的前男友 他也能把他翻出来 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走到门口的时候 我顿了顿脚步 好心提醒他 杨昊身上有五十万 王静扭头看了我一眼 我又笑着说 他住的那栋房子 也写的他的名字 深吸了一口烟 朦胧之中 我瞧见王静背影传递出来的兴奋感 是应该兴奋 一份上百万的房子 还有五十万现金 哪怕他在社会上混了这么多年 也没见过这么大一票 下面的故事 都在我的意料之中 最开始发生的是 杨昊每天在家里闹腾 对着父母拳打脚踢 天天闹着 要吃汉堡 薯条牛排 只要周妍妍和杨昊不给他买 他能拿数据线 往你身上抽 杨昊也没想到 一个四岁的小孩 近代的跟十几岁一样 他急眼的时候 能把你的手指头都踩碎 周妍妍劝杨昊 还是花钱给杨昱买点药 控制一下他的症状 杨昊骂咧咧说 那个药那么贵 他好不容易有五十万 怎么可能花在买药身上 周妍妍看着满身的伤痕 愣住了 头一次他觉得自己不认识这个杨昊了 他当然会觉得眼前的杨昊陌生 毕竟从前那个温柔体贴的杨昊 一直都只为了骗他的钱 榨干他的价值 如今他没了利用价值 脾气差一点 动辄打两顿都是家常便饭 我没想到爆脾气的周妍妍忍了下来 没关系 真正的大戏还没有开场 周妍妍为了照顾孩子 干脆辞了工作 想着用那五十万去投资一点什么 或许他们有机会实现财富自由 三个人的家 没有一个人工作 二十四小时超长时间的面面相去 很快 他们三的家庭 就是三天一小炒 五天一大炒 我派去监视他们的人回来给我说 杨昊每天动不动就打周妍妍和杨玉 杨玉只要一发脾气就发疯 现在三个人的身上 没有一寸是好地方 而且经常凌晨三四点 楼上还在乒乒乓乓 大声辱骂 我让他家把火 在小区群把他们的门牌号公布出来 没过几天 杨昊一家就被投诉了 物业警告了很多次 但三个人打起来根本想不起这些 还是不顾他人 死活在半夜吵架 护殴 砍人 最后 上下两三楼的邻居忍无可忍 带着人上门 直接威胁 半夜再吵 你们就滚出我们小区 这一威胁不要紧 据说说话这个人的儿子和杨玉 在同一个幼儿园 原本就有暴力倾向的杨玉 第二天直接带了把剪刀 刺穿了那个小孩的身体 现场一片混乱 小孩运气好 没有死 但情况不容乐观 医生说 恐怕以后呼吸会成问题 关键时刻 人家抛出了两个选择给他们 要么法院见 他们不告到 让他们坐牢的地步 绝不认输 要么五十万私了 他们尽往不救 五十万 刚好是杨昊手里的现金流 周妍妍当时 周妍妍当时就差给杨昊跪下来了 浩哥 把五十万给他们 我们私了吧 我不想坐牢 浩哥 周妍妍不愧是九八五毕业生 当时就反映过来 杨昊一个未成年法律 会保护这种人渣 但法律不会保护十八岁 已经不负责任的父母 如果有人进监狱 那么必然是他们夫妻俩 杨昊的脸清一阵白一阵 嘴唇发白 整个人也吓惨了 哭嚷着说自己没有五十万了 他一分钱也没有了 王静前几天赌输了钱 又把他拦在小巷路口 威胁他要钱 他本来以为 这次也和以前一样 给他几万就可以了 谁知道王静直接说要五十万 一分不多 一分不少 刚刚好五十万 似乎算准了 他有那么多钱一样 关键时刻 周妍妍想到了我 他打电话给我求助 宋瑜 求求你救救我吧 不然我就要去蹲牢房了 我还这么年轻 我不想去 对不起是我错了 你能不能原谅我 你给我个机会 让我回到你身边 我保证 我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我没听下去 直接把电话挂了 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 他还是去监狱洗心革面吧 没去成 他们俩怕坐牢 当下就低价 把房子卖了 私下解决了这件事 就在两个人 以为终于要喘一口气的时候 王静又找上门来了 听说你们把房子卖了 怎么 杨浩 你想跑 他把当初我交给他的照片 甩在杨浩的脸上 手指头也被剁去一根 当时整栋楼都响起 他杀猪般的惨叫 周妍妍没事 只是被吓傻了 他第一次见到活生生的王静 在他面前折磨人 把隔夜饭都呕了出来 当时 他就收拾东西跑了 没有带洋浴 没有管遍体鳞伤的杨浩 他卷着卖了房子 剩下的二十来万 往娘家跑了 周妍妍总以为他爱杨浩 其实他们不过是因丽而聚 如今又因丽而散 天下兮兮皆为力来 天下嚷嚷皆为力往 我从来都不意外他们的选择 周妍妍以为躲进娘家就没事了 杨浩成了半身残废 没办法追过来 但又长了一岁的杨浴客 活蹦乱跳 周妍妍把杨浴养在身边 不到一个人 整个人就被他折磨得不成人样 从传回来的照片看 大概和乞丐差不多 我前丈母娘情况也不怎么好 劈头散发 嗯 这就是不受控制的超雄症 后来我听说 警察查到王靖对杨浩做的事 且证据确凿 当即决定抓捕王靖 他被判了有期徒刑五年 在法庭他还对杨浩放话 你他妈给我等着 等老子出来看 怎么弄你 我坐在观众席笑出了声 世上从来没有白吃的午餐 但我最喜欢 不花一分钱利用别人 王靖永远都想不到 是我告发了他 白白吞了我五十万 他也该受点教训 但谁知道 杨浩似乎被王靖那句话吓疯了 当天晚上回去 就想不开了 至于周妍妍 他人倒没死 只不过气也没剩几口了 等他想起来杂锅卖铁用药压制杨浴的超雄症 晚了 已经来不及了 时隔两年 再听到周妍妍的消息 我竟然没有半分动容 我笑着说 那你还挺善良的 他也笑了 夕阳落在他的发丝上 那一刻 他扬起一抹好看的嘴角 本小姐这么善良 你考虑不考虑和我在一起 我愣一愣 朝他递过去一张 他在微博许愿的演唱会门票 你好 女朋友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 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